他心更誇張今天會有尷尬嗎 但我謝謝民視 民視 一樣我是處理 但民視這方面會幫我一些 那這個就很感動了 其實我老實講 在好幾年前就有不是民視的電視台 來跟我討論了 那個時候他們找我的時候 我是讓人請的 我是主持人 他說不是你做的喔 我說不是 那事就不了了之 在又過一年以後他說 不是你做的也沒關係沒有你來 後來又變我做的 他還是邀請我來 但我真的很深深的感動跟感謝 每一個階段對我的幫助的好老闆們 我真的是捨不得走也走不開 那後來因為想想民視 才是我真的叫做革命情感 不會他是我自己好弟弟 他自己忙得不得了吧 他節目太多都常常 我看報紙他們常 啊不會走啊不會走啊 都想退休 所以我不覺得是這樣 尤其我們真的是也革命情感 從秀場這樣 那時候還是我們這些姐姐帶著他咧 不會的 我的2016的賀歲片 人生按個讚 他是我的男主角啊 我有好的戲我都請他來演出 對 就是媽媽現在很開心 就是因為有這個戲劇 那生活就比較穩定跟踏實 所以他現在就是到處飛 因為兒子穩定了以後 他的生活就比較 比較free一點 然後可以到處去玩 對那我希望未來也可以幫他分擔更多 對 未來可以讓他飛更遠的地方去玩 那你現在會拿家用品 不會 會拿錢給家人 會會會 一個月孝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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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孝親費大概幾萬塊 對先從幾萬開始 然後未來就可以幾十萬 幾百萬 就我現在吃飯也是吃最省的 然後也不太買衣服 我基本上所有的表演的衣服都是用剪 然後就盡量減省開銷 終於知道賺錢是不容易 就都是六七十歲的長輩 欸那是 現在不是講 那是高齡風的 現在是 欸葛兆恩 怎麼會知道我的名字 看那個冰冰秀啊 對 去吧 那是 排水 4 8 3 感谢观看